睽違14年日韩世仇大战 经典赛再度碰头 南韩吞下手败后可不想再输 面对墙头打比修有 安打拳雷打 怎么打 怎么有 对捕手梁一志连续两天开轰 眼看防线失守 日本队打现来救 双方在第三局火力全开 但彼此的先发投手也都提前退场 比赛进入5区下半 上一轮被禁远的大股响平 这回把握出棒机会 打出一支二雷安打 接着队友也激出高飞牺牲打 让日本队取得6比3领先 南韩队则在六局上半 靠着一击右外野杨春炮将落后缩小到4比6 但接下来都未能延续火力上磊 就连投手也出状况 接连出现三次保送 再让日本填得一分 无论出局满垒的情况下 大股响平又敲出一安 几个打息都有好表现 一局把比数扩大到11比4 进七局下半 南韩队第十任投手成功救火 避免遭到扣倒还有一线生机 不过迟迟等不到达线发威 九局上半 日本队只花了12球 就让南韩队的最后反攻 以三上三下收尾 中场就以13比4痛载 好取二连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